我們這個店裝潢呢 大概花了397萬3107塊 還有很多隱形的成本你沒看到 所以一個月管銷啦 就是還要攤平這個裝潢的成本嘛 稅金裝潢成本管銷 大概抓100多啦 嗨 大家好 明明 各位 今天帶你們看開一間中古車行 到底一個月可以賠掉多少錢 帶你們看一下一個月車行的管銷 到底有多少 我們這個坪數大概在220坪左右 房租16萬8 還有員工的薪水 還有一些這個設備的費用 上次有客人來說裡面很臭 買一台空心清新機 然後再來認證 60台車 因為我們車道做認證嘛 一次先買60台就花了94,500 然後呢 過戶費 變化費 國稅局補稅 國稅局罰款 那有些沒有繳道所以補罰 我們是真的有開發票 只是有一些 有瑕疵 所以還是小補了一下 然後呢 12月電話費 水泥費 我們水泥費 為什麼水泥費 我們是個地板 是我們自己欺的 我們自己還要充當水泥工 因為那時候地板裂開 來估價過 整間店重用 好像要六七十萬 所以我們後來決定自己弄就好了 都好我們是不是影片放上去 看是誰盡心盡力 再來8891 這個8891這一定要付的 是上架費 然後還有虧錢的車 紅包 因為有時候買車介紹 你總要打一些紅包 這也是管銷嘛 然後什麼工具 螺絲旗幟 反正不管 總支出光 上個月高達 692946元 這個支出呢 還沒有包含稅金喔 因為我們是合法立案的公司 這個稅金呢 到年底的時候 還會再計算一次 所以稅金的部分 還沒有列入 就已經69萬 再來我們這個店裝潢 大概花了397萬3107塊 還有很多隱形的成本 你沒看到 像你看東華我們出去吃吃喝喝 業務啊 招待客人 那個都是自己掃藥包 我們都自己掃包 那都沒有列入在裡面 所以一個月管銷 就是還要攤平這個裝潢的成本 稅金 裝潢成本管銷 大概抓100多 開一間車行 一個月就要100多 所以有時候想想 剛出來做的時候 做會卡環 他就談到 卡環那是什麼你知道東華 你有聽過卡環那嗎 卡環那就是 自己一個人租一些車位 然後商務部車 自己放在家裡樓下賣 那個叫卡環那 那個有什麼好處 全部車過個人名 首先沒有絞碎問題 第二 他租金便宜 第三 他沒什麼壓力 反正沒有管銷嘛 車也可以賣比較便宜 當然那個 還有一個缺點就是 如果你跟他買車 欸不是啊 我以前當過卡環那這樣好像供應到自己 講出來 可是跟我買車 不一定有很多時間可以幫你服務 因為我那時候只有一個人在賣車 所以有時候客人多找我 我可能就忙 沒有時間幫大家服務 那後來因為規模變大了服務也變廣 那隨之而來就管銷也變大了 今天告訴大家開一間車行一個月 先賠100萬 看你敢不敢 好我們今天順便呢 盤點一些車 因為有一些車 這個隨著車式的崩落 有一些車真的是價錢往下修的款 加上最近呢 這個車式下跌 新車賣的差 中古車也不好 因為整個需求下降了嘛 那但是要怎麼樣才賣的好 就是要降價 所以我們今天盤點一些車 我覺得可以降價的 降價給大家福利一下 欸說真的降價也是蠻心痛的 因為一台車利潤就是固定那麼少 可能10% 8% 我們進口車 啊又降個幾萬塊這樣子 真的是 只是把錢換回來再買貨這樣而已啦 真的沒賺錢 還要扣管銷 好啦東話走吧 我們看一下有哪幾台車要賠 第一排 我看一下 欸第一排 這三個都剛回來啊 沒事 那兩台保時捷我是不擔心啦 因為那兩台保時捷 我們賣的不貴 賣的不貴接下來看一下 看看齁 讓我看看 這三台有出事嗎 都賣掉了 我們都賣掉了 怎麼那麼厲害喔 被你這樣講感覺到希望耶東話 原來我們還是會賣車的 接下來看這個 這台車在這裡很久 每次走進來 看到他就有點賭爛 用一個賭爛的價錢把它處理掉了 來這台是2018年的白色A250 跑84000公里 那我們的開價本來是135萬嘛 那 哇這個車還緊繃了 滿沒有什麼肉可以砍喔 這個車那時候買太高了 好啦 先砍3萬啦 表示誠意先砍3萬 135萬開價改成132萬 先砍3萬 好再來 這台車齁有革命情感 不是這一台 這一款車有革命情感 我第一次自己出來買賣車 那時候當卡環啊 第一台賺錢的車就是這個車 所以有革命情感 賣不掉也沒關係 當然可以賣掉也是這樣 我信你可拐 這台車陪伴我們 是不是有一段時間東華 有沒有超過三個月 超過三個月喔 我讓它砍同一點 看一下 這台車是2017年里程數89000公里的BMW E18i 近白時尚版 什麼叫近白時尚版 好像是被拔配備是不是 不管 新車售價是133萬元 那我們的開價是多少 69萬8 這個車已經在賠錢了 這個車已經在賠錢了 不然再砍1萬好了 先砍1萬 幾萬再來砍 好慘的東華 介紹到都流汗了 越砍越兇 60幾萬買一台BMW小車代步 還行吧 我記得它是被拔的一些配備 好像是東華被拔了什麼 東華你配備比較厲害 再列出來 你再列出來 你忘記了 東華你現在忘記 可是你看 除了扁除被拔掉這些 至少內裝的狀況還不錯吧 看一下內裝的狀況還不錯啦 那其實這個車在市場上的行情 因為小車會買的人還是有 還是蠻多人會當日常代步 就是通行用途 所以這種車還算相對比較抗疊 這個男人太狠了 他所販售的氣壓避震器越賣越好 原因是工廠直接生產出貨 沒有經過其他反對剝削 指高 價格低 提供給大家便宜耐用的管道 又有實體公司保障保護 幾乎玩暴視察 後續問題找不到人負責 當你的避震器 故障的時候記得搜尋完美避震器 以前的熱銷車款GLC 跟神一樣的車 一車難求 現在這種中型的休旅車 我覺得最近需求降低很多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不想出去玩還是怎麼樣 不管反正賣不動 我們就割血割到 大家覺得又買了洞之後 那又復活了 這台是2019年里程速是 5萬4千公里 開價本來是178萬8 那我們已經放了兩個月了 有沒有兩個月洞 沒有 那還不緊張 沒關係啦 降178萬8降到172萬 先降5萬 172萬買到這個外觀跟這個內裝 還行吧 對不對 你看 新款的儀表板 然後大面積的這個中控台 這兩部GLC都是那個貿易車 貿易車差在哪裡 貿易車差在哪裡 總代理19年新款的一定有48V 那貿易車呢 就沒有48V 那有沒有差 我是覺得油耗上是沒什麼差啦 因為這個48V不是真的 是用電來驅動 也有人覺得會壞啦 但是我都沒有遇過啦 所以 沒夠摳爐好不好 看到這個視頻了 趕快 來這台 東華這個車我很喜歡 我捨不得賣 不過我還是想賣 這台車是 Jagra的F-PACE 2017年的 藍色里程數 少少的 只跑了15萬而已 有四輪傳動 全天窗 它的新車售價是 266萬 我們原來開價是開多少 99萬8 這個下流的數字不行 開價 88萬8 東華有沒有覺得它是有吸引力的 80幾萬 擁有一台英倫聲勢風 開出去 秋一下 80萬其實買不到什麼休息車 這個車我沒有拍過介紹 來看一下內裝 東華這個鑰匙拿出來不一樣 出去玩放在桌上 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可能 不懂修車 這個內裝 確實有15萬公里的樣子 你看這個環保漆掉了 所以可能後面還是要稍微整理一下 但是你要想它還是便宜 80幾萬而已 我覺得這個車就是要有便宜才有人買 我們看一下還有哪幾台車 接下來帶你們看我們還有第二台GLC 這台是2019年的黑色GLC300 然後呢我們的開價是183萬 那剛剛那台都降5萬 這台也降5萬 降5萬到178萬 給你看170萬買到什麼東西 買到賓士的內裝 新款方向盤 然後核桃目視版 這個車況還請吧 對不對 殺很多了各位 這個一個車齁 我們立頓頂多 有到一層就很厲害了 有時候不到 有時候0.7、0.8 現在又降5萬了 你覺得咧 你們用得到齁 就拿回去啦 好不好拿回去 各位以上就是這一波的 割血任心降價車款 那有一些車因為我們 放在排檔上去 然後有些車停下車庫沒有回來 下次呢再跟你們分享還有什麼車好不好 還有一些漂亮的車會回來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觀眾呢 記得訂閱追蹤和分享 那如果有買車孤車呢 可以追蹤我們隊長汽車的 Instagram Facebook 然後也可以加入 玩命的官方LINE討論群 那如果你是同業朋友想要合作 也可以進來 因為同行非敵國 同行就是朋友 如果你真的有想開一間車行 三思好不好 三思 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裡 那動啊 我們上個月 電費快要4萬塊 公司現在如果沒有超過38度 先不要開冷氣 冰箱也先不要用 水呢 這個馬桶裡面放兩個水瓶 讓水出水量小一點 沒什麼事等它關起來 OK 掰掰 OK 今天教大家怎麼做泥座 我這個經驗也是相當豐富 我剛在YouTube上自學大概超過6分鐘 呵呵 我們先挖起來 然後倒進這個洞中間 有沒有 非常的漂亮 然後呢 拿起我們這個刮刀 要有點技巧的把它推平 欸 是不是 欸 有沒有感覺到什麼都好 兩邊平 欸幹 平常會有天正的電話 欸不要賣車了啦 幹 我們去做這個 然後這樣 欸還不錯吧 蠻平的對不對 欸 欸 等一下我會鋪地板 欸 等一下我會鋪地板 欸 沒關係吧 前面算平吧 以上就是泥座膠水 好啦 今天正品搭載給大家看成果 因為我不能告訴大家太多秘密 不然你們會 大家會偷學我的招數 都很覺得說那種 你覺得我鋪得怎麼樣 幹 不要都是奇怪的笑人好不好 還要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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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